各位美乐家的家人 武安 我是卓一鸣 我今天要分享的产品是 美乐家活力核酸音频DNA 那这个产品的背景是 十几年前我90岁的奶奶 来到台中跟我们一起居住 那我想年纪大了 总要买一些保健品给她吃 但她说 她不喜欢吞颗粒一颗一颗的 感觉像吃药 所以我就想了当初 刚开始上市的 美乐家活力核酸音频DNA给她喝 那她 美乐家活力核酸音频DNA 她喝着喝着 她觉得顶好喝 所以说 她就一天这样子 从两杯三杯四杯 这样喝着喝着喝下去了 那差不多喝了两三个月之后呢 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坐在她旁边 我说奶奶啊 你怎么头发看起来觉得怪怪的啊 原来是她的满头白发底下 长了将近一公分的黑头发 一个毛囊黑色素已经没有了的老人家 竟然借由喝了DNA 喝了几个月之后 毛囊黑色素回春了 真的真的太神奇了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我大概去查了一下 那我们美乐家的活力核酸音频DNA呢 有将近80%的DNA 有将近90%的RNA 还有很大量的Gaba 也因为如此呢 它在 我们的细胞的组成分子 DNA里面呢 它起了一个很好很好的 补足作用 我们也知道 一般的细胞在分裂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期限 在这个分裂的期限之内 我们只要替细胞做的修复 它这个细胞 它在分裂的过程中 它就会让组织延缓老化 甚至于停止老化 那但是呢 这个量并不精准的 而且每一个组织细胞 它的分裂时间不同 举例来说 像我们的肠胃细胞呢 它差不多是两三天就一次了 但是我们的胃呢 胃差不多一周就一次 那像我们很熟悉的 像白雪球 白雪球差不多15天到20天 它就分裂一次 那像我们最熟悉的皮肤 皮肤就是 一个月28天分裂一次 那像红雪球 那它是四个月分裂一次 还有像我们的心脏 心脏呢 它应该是20年分裂一次 也就是说 只要在它分裂的过程中 藉由补充DNA 把它的细胞缺陷补足 它在复制的过程中 它会延缓老化 甚至于回春 那牵涉到量的问题 那因为我奶奶那时候 很喜欢喝这个味道 所以她一天 可能喝了三四杯以上吧 我不知道 但是喝着喝着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有一样的效应 在我另外一个 支持我 捧场我的朋友里面呢 她 她也不会吞颗粒的 她年轻 三十多岁 那她就喝美丽活酸 核酸品 DNA 她就这样一天 两三杯这样 喝着喝着 我经过半年以后 我遇到她 她的皮肤变得好好 但她并没有保养点 原来DNA是在 她的皮肤的细胞 发挥了效用 那我另外一个朋友 她也挺特别的 她是在第二胎 月子没做好的时候 的腰酸背痛 跟着她十几二十年了 但是也因为 活力核酸一品的DNA 她长时间补充 这个腰酸背痛不见了 所以我想分享的是 如果你本身 有保养的想法 但是你又不想吞 一颗一颗颗粒状的 我想美乐家 活力核酸一品DNA 将会是你 不错不错的选择 我是卓一鸣 我在富足团队 我愿意感恩 尊重爱 以上是我的产品分享 谢谢您